今天补班日外面的天气还是一样 里头恰痒痒 相信大家出门上班时都满头大汗吧 中央气象局今天针对全台实线市发布高温警示灯号 包括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南投县、宇宁县、高雄市、平东县、宜兰县、花莲县和台东县 有机会出现连续36度高温 不过到了下午东北部与各地山区有机会出现午后雷震鱼 至于天文明最期待的日环石将在明天下午4点登场 这次环时代会经过云宁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南投县、花莲县及台东县 外岛则是金门县、澎湖县 然而哪个地区的天气是最适合观赏这难得一见的天文奇景呢 大家可要注意听好啦 以云量来讲的话 东部的成功这一代的话 如果在山区有些热队的发展起来 然后被西南风望 中半部吹的话 是有可能在庭宫中有一些云人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往西半部这一代的话观赏号的几率是更高一点 大家可要好好把握这次的机会 因为错过这次之后想要在台湾看日环石 可要再登上195年啦 至于下周天气 中央气象局表示 受西南风影响下周二至周五 中南部平地会有局部短暂震雨 但降雨时间并不长 到了下午 则是全台都有机会发生午后雷震雨 不过即使下周水气增加 但全台还是维持33度以上高温 大家出门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可别中暑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